各位錶迷你們好 我經常會去榮記錶行拍片 因為跟他們真是熟 光顧了我們很久 已經很多年了 老闆也跟我說 他現在開始買SEICO的Presage手錶 以及SEICO Prospects的手錶 他就說 很有趣的 榮記的客人原來是喜歡這個Presage 多於這個Presage Presage是潛水錶運動錶款 Presage是比較斯文的 但原來在榮記錶行 Presage是更加受大家歡迎的 今天又有機會見到一些Presage手錶 Presage的Sharp Edge 我之前也介紹過Sharp Edge的GMT手錶 大家都很喜歡 因為這個價錢買True GMT 全日本製 現在看到沒有GMT的版本 就是三針再簡約的版本 我覺得三針又有它的吸引力 譬如說這隻綠面 真是非常之正 像綠寶石一樣 而且它錶面有些大麻葉 上次也說了 這個紋都頗出的 我就會覺得這兩隻 其實就更簡約一些 如果大家不喜歡一些 錶面太密集 很多資訊的 其實這兩隻都完全可以想想 一隻綠 一隻藍 一隻綠寶石 一隻藍寶石 一隻藍寶石 同場又有另外兩隻 左邊就是這個GMT版本 右邊是三針的 這兩隻大家可能覺得 白面沒有特別 其實開頭老實說 我也是這樣想的 當然是綠面 難免吸引一些 但看清楚 原來這隻的白面 亦都很吸引 還是一個聯繩之作 這兩隻是白面的 讓大家看看 它的標徑是39mm 至於厚度是12mm 非常適合日常配戴 三針簡簡單單 至於Luck to Luck 是46mm 完全不大隻 很多不同尺寶石 都能持續到 我也是那句 一開始就覺得這隻錶 白雪雪 一看當然是藍 和綠吸引一些 但當你看清楚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原來這隻錶 造工非常仔細 而且你看到錶面 它沒有大麻葉 但有些直線的紋 其實它也有大麻葉 不過是隱藏的白面 有些直線的 有些闊 有些窄 寫著Presage Automatic 還有它的藍針的邊 還有它的錶圈的內圈 其實都是藍色的 我就覺得它為這個白面 白色加多了一些色彩 我覺得這隻反而低調地很漂亮 還有更加像 我會覺得更加像 Grand Seiko 的手錶 當然仔細看一定有分別的 價錢差這麼遠 但是 其實真的有它的味道 如果你不想幾萬元買一隻 Grand Seiko 其實這隻也有小色的味道 我剛才也教過時間給大家看 當然有Hacking 有三針和升旗 用6R的機芯 日常配戴非常棒 而且它的Apply Indices 那些小時刻度 很立體 打磨得非常漂亮 而且它叫Sharp Edge Sharp 即是尖銳 你看看邊緣 非常之乾脆利落 那些直線 很吸引 那條打也很漂亮 也有些拋光 磨砂位 大家可以看到 光影交錯就非常之好 說說說我以為自己在說 Grand Seiko 但這隻 只不過是Seiko的Presage手錶 價錢一會兒說 有Double Pushes 以及這塊的Fold Over Clasps 大家玩過了 但這也有作兒SN、透底 它的鏡頭列是Zero Holiburton 這是什麼叫Zero Holiburton 這是一家美國的公司 是專門用於旅行行機箱 它就是有個系列 專門用dig塊矽進行 所以現在來說這款睪標 要與它聯繫 變成這款和 GMT 版本都有聯繩的標記 它的機身是 6R 35 機身 亦有 70 小時動力儲備 日常配戴非常足夠, 70 小時 大上我 7 吋的壽碗 這款標記是 39mm 標記,不會太大 不過你的手一動的時候,你會看到光線反射 所以它叫 Sharp Edge 它的標耳,我真的很喜歡它的設計 很搶眼,雖然它小小 但給人的感覺都是一款很高級的手錶 未去到 Grand Seiko 的級數,未去到 Grand Seiko 的價錢 便宜這麼多,買來玩玩,但又有 GS 的感覺 也真是未尚不可 當然啦,說到日用標,應該有夜光 看到它,沒錯,它的指針和小時刻度的尾 其實都有夜光 還有 100 米防水、鋼帶 應該平日用就足夠有餘 所以我覺得這個簡單單單 沒有了 GMT 的 Complication 其實又有另一個味道 我覺得當人的年紀越來越大 就會更加欣賞一些簡單、低調的東西 例如說綠色、藍色是很漂亮的 其實剛才那兩款,但這款白面 又有另一個吸引力 我會覺得這款的 GMT 的版本 我不會詳細再介紹 其實就跟我之前介紹的 Presage GMT 是一樣的 只不過它是聯成的版本 也是限量版 而這些 Zero Holyburton 的手錶 每款都限量 2000 隻 如果回想起 Seiko 它有時限量 9000 都有 而 2000 我就覺得算是限量了 因為客戶 re- fordijoser的version 講得和旅行行�信商的品牌聯成 它的錶盒也非常棒 就是一個微型的squeeep 它的資料好像那些磁質 呼應它的手錶 設計靈感的來源 尤其是标面的直线 现在就一字排开四个给大家看看 那个价钱呢 如果蓝和绿的就是七千多元的价钱 这个三针ZERO Harley Burton的版本 就是八千多元的 而GMT就过了一万的 当然啦 如果大家去这个 佐敦的泳技标准茶双 一定会多些优惠的 其实我觉得以这个价钱 买一只给你GS Grand Seiko 感觉的手标 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我现在就将这一只版本 ZERO Harley Burton的版本 就放上那个盒子里给大家看看 放上它的标盒 其实这个标盒就像个旅行行箱 你看到它的直线 其实就和它标面的直线 亦都很配合 所以开头看就可能不知道 为什么它会这样设计呢 你拍下来就会看到 其实它是呼应这个旅行行箱的设计 所以也很有心思 SEIKO 做这个标面 做得出神入化就大家都知道啦 例如我之前那只金色的 做到好像杜田那样的标面 然后还有Presage的Cocktail Time 又很漂亮 模仿那些饮品 然后还有动漫 街霸 火影忍者那些 那些标面也做得非常出色 真的值得一赞 那刚才也说了价钱啦 那大家如果去到荣记标行 你说看过影片呢 那是酌量会更多的优惠的 那希望大家都喜欢这些手标啦 那好啊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地区小店啦 还有支持我拍片 未订阅的麻烦大家订阅啦 like和留言 对我来说都是很大的推动力来的 那我会继续努力啦 找多些有趣的手标啦 还有标行啦 和大家聊聊的 希望大家都喜欢我 今天分享啦 拜拜